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势头三人来到了宝像国 得知百花丘公主被黄袍怪抓走后 猪八戒主动请应要去营救 想来胆小怕事的她 这一次为何会揽下这项任务 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在前面我们就提到过 猪八戒因调戏嫦娥被贬下凡 其实只是一个幌子 实际上她是奉玉帝之命下凡 就是为了拆散取经团队 在取经路上 孙悟空作为大师兄处处压她一头 猪八戒心不甘情不愿 我堂当天鹏元帅 居然要任由一个猴子摆布 猪八戒知道唐僧耳根子软 所以每次只要孙悟空做的事情 让她不满意 她就在唐僧耳边嘀嘀咕咕颠倒黑白 在三打白骨精的时候 白骨精第一次附身的少女带着馒头 被孙悟空打死之后 馒头全都变成了石头 猪八戒就趁机在唐僧面前挑拨离间 这是孙悟空使的障眼法 就是怕你面紧箍咒惩罚她 三打白骨精之后 唐僧执意赶走了孙悟空 猪八戒假意替孙悟空求情 实际上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取经团队中最难缠的人被她赶走了 剩下的就简单多了 猪八戒既然是玉帝的人 取经团队的路线她自然是知道的 于是在孙悟空离开之后 她就带领着唐僧和沙僧来到了丸子山 用假戒化斋的名义 找了个睡觉的地方 唐僧饿得坐不住了 自己不小心闯进了黄袍怪的洞府 由此可见 猪八戒的企图就很明显了 就是想让黄袍怪吃了唐僧 但她没想到 黄袍怪与其他的妖怪不同 对唐僧让不感兴趣 把唐僧给放了 不过由于百花修公主的信 猪八戒又有了一次机会挑衅黄袍怪 所以她才主动去救百花修 黄袍怪的武艺再好 如果猪八戒沙僧联手 未必打不赢 毕竟猪八戒是天鹏元帅 沙僧是卷帘大将 但他们打了七八个回合都没有将其制服 很明显 猪八戒没有施展出自己的全部本领 她只是想借黄袍怪之手 除掉沙僧和唐僧 彻底毁了整个取经团队 另外 从她平时的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来 她就是一个奸细 要知道 天鹏元帅 修炼的是天刚三十六变 这天刚三十六变 可是道家最厉害的技能 什么呼风唤雨 撒斗成兵 摘星卓月都是小意思 除此之外 她还吃过九转金丹 拥有太上老君打造的九尺钉耙 这种武器其实一点都不比孙悟空的金箍棒差 但是猪八戒却一直没有发挥出其厉害之处 其实并不是她能力不足 而是故意为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丽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